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视觉中国皇冠因表现不佳 或被Avalon亚洲龙接盘 一期丰田否认6月26日 作为丰田在日本市场最重要的轿车之一的第15代皇冠发布 不过有媒体报道称 全新的第15代皇冠 或将无缘中国市场 紧接着 7月1日 国内市场的一期丰田皇冠 以进口车关税调整为由 进行了一轮关降 于是有消息传出 一期丰田皇冠或将于明年停产 并由丰田在2018北美车展上发布的全新一代Avalon亚洲龙接盘 6月29日 一期丰田汽车销售服务邮件公司 高级公关经理城邦 对此回复 新京报记者表示 该消息不属时 亚洲龙上市为止 皇冠还将存在 且丰田对于产品线的考虑 并不是做产品更替 而是基于TNGA架构来布局 表现不佳 皇冠被传要停产 据了解 刚发布的丰田第15代皇冠采用丰田TNGA全球化架构打造 基于和全新雷克萨斯LS同样的GAN后驱平台 是一台不折不扣的豪华中大型轿车 不过 全新的第15代皇冠 或将无援中国市场 就在这个时候 有消息传出 一汽丰田皇冠将在明年2月停产 接替皇冠位置的是 有望在明年3月 正式发布的全新一代Avalon亚洲龙车型 对于皇冠 明年即将停产由Avalon接盘的传言 6月29日 一汽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高级公关经理成邦 对新京报记者表示 上述消息并不属实 亚洲龙上市为止 皇冠还将存在 两个车型不是一个级别的 不过新京报记者注意到一个事实 7月1日 一汽丰田皇冠以进口车关税调整为由 进行了一轮关降 全汽车型每款配置 都下调售价1万元 其售价降低至25.48万元 但其他车型未见有调整 不禁让人移过此次降价举措的意图 2005年 一汽丰田引入第十二代皇冠进行国产 官方宣称新 Crown皇冠 是一款对标奥迪A6L的豪华轿车 自上市后 月销量稳定在4000到5000辆之间 在当时销量超过奥迪A6L 皇冠在中国市场的辉煌 并未持续太长时间 新京报记者统计对比各年销量发现 从2008年起 皇冠销量便开始出现下滑 月均销量约3780辆 2009年月均销量下滑至2750辆左右 2010年月均销量约3766辆 到2014年销量下滑最严重 月均销量近1000多辆 2015年到现在销量虽有所回升 但月均销量依旧停留在3000辆左右 而其对标车型奥迪A6L 今年5月份销量为1.2万辆 一到5月销量为6.18万辆 相差较大 皇冠在日本本土是高品质轿车的代表产品 覆盖了出租车 公务用车 以及私家车等多个市场领域 占有量可观 然而在日本卖得风生水起的皇冠 在中国市场并没能复 至它的成功 亚洲龙接盘皇冠获让到在此之前 一汽丰田已于去年9月停产其锐质车型 锐质也同皇冠一样 是一款由日本市场引入的车型 以运动化的定位曾一度打开自身市场 但在最后的市场竞争中 出现了被边缘化的结果 最终 一汽丰田选择将锐质停产 值得注意的是 锐质与皇冠在日本本土市场的销售并不差 在国内已经停产的锐质原型车 丰田Mark C 虽已接近产品生命末期 但在日本仍然在售 那么为何一汽丰田要选择停产锐质 当时有媒体报道称 此举是在保证总产能不变的前提下 销量不佳的锐质要为新款皇冠 新款卡罗拉正车型让到 而此次皇冠被传停产 是否也是因销量不佳 要给新车让产能呢? 汽车行业分析师忠实认为 目前来看 一汽丰田皇冠过于小众 基本上也已经边缘化了 这并不是产品本身的问题 而是市场渗透率太差 就其原因 还是因为德系品牌产品过于强大 皇冠不是国际型产品 局限于日本少量内需 所以不能加大投入改型升级 以致车型越来越老化 对于Avalon要接盘皇冠这个猜想 中式分析认为逻辑上是成立的 相比而言 Avalon与凯美瑞级别相差 仅半级 即便抛开皇冠是否会停产 这款车都是要推出的 因为广汽丰田有凯美瑞 而一汽丰田没有的话 相对会比较吃亏 另一方面 在美国市场 丰田Avalon车型扮演着 与皇冠近似的角色 是其品牌中主打豪华与空间的中大型轿车 该车与同级别的福特Dorans系金牛座 雪佛兰Impala等同级车型竞争 这几款非豪华品牌的车型 都体现了一定的高级感 却比同级别豪华品牌更为便宜 在美国市场赢得了一定的占有率 此次Avalon由一汽风田引入国内 也是对自身在华竞争力的一种提升 不过目前国内中大型轿车市场的销量 几乎都被奥迪A6L 奔驰一级和宝马5系Li所把持 Avalon能否占一席之地 还要看其产品力和定价 至于Avalon亚洲龙的前景 似乎并不被看好 网上有消费者声音认为 亚洲龙的外观设计太过于激进 少了这个级别车型 应有的沉稳感 TNGA架构将是其产品布局出发点 事实上 在丰田的这一系列调整中 皇冠并非是唯一要退出的车型 在今年北京车展期间 一汽丰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田青九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 一汽丰田处于发展调整期 今年我们有四款车型退市 从近年来的调整来看 已于2016年停产兰德库路泽 2017年停产瑞智全系列 皇冠2.5LV6车型 普拉多2.7升车型 三款车型主要都是大排量 并且销量不理想的车型 去年 丰田发布全球体系架构 TNGA 并确定其中文命名为风潮概念 TNGA对丰田来说 是一个涉及汽车研发 设计 生产 采购等全产业链价值在内的创新体系 虽然基于丰田全新TNGA架构打造的 第15代皇冠或无缘中国市场 但截至目前 该架构下已诞生广汽丰田凯美瑞 广汽丰田CHR 一汽丰田一格三款新车 未来 即将由一汽丰田引入国内生产的 Avalon亚洲龙 也是TNGA架构下的产物 陈芳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 丰田对于产品线的考虑 不是基于现有产品去做更替 而是基于新的TNGA架构来布局 也就是说 未来丰田的产品布局 都将依据该全球化布局的架构 新京报记者孙小萌